親民黨總統參選人宋楚瑜到板橋 為親民黨立委參選人康仁進站台 面對媒體提問 國民兩黨都將會公布副手名單 宋楚瑜表示 下個星期也會公布副手 和親民黨立委不分區的名單 民眾甲道歡迎 親民黨總統參選人宋楚瑜到板橋 幫自己的立委參選人康仁進造勢 面對國民兩黨都將會公布副手名單 宋楚瑜表示 下個星期也會公布 希望人選可以跨越黨派聯合執政 面對媒體提問 馬集會之後 親民黨的選情更加邊緣化 壓縮到不分區立委的選情 宋楚瑜回應 藍綠兩黨只會互相攻擊 相信人民有智慧 對自己不分區立委的選情有信心 還說明年的選情結果 一定會令大家跌爛眼鏡 宋楚瑜表示 下個星期將會公布 親民黨立委不分區的名單 會廣納各界精英 副手的省籍和聲別不會是考量 不過他強調 人選一定會令外界經驗 公布 放置 Are 灸